5度众生 近在生命电视台 我常自准 月亮是爱的守护者 月亮代表着爱所具有的持久特质 以及那份人与人之间慈悲喜舍的缘分 因此即使我们的身体无法相聚在一起 但在抬头看到天空中的月亮时 无论我们是否共处一地 无论我们多久没有见面 透过月亮的这个媒介 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人对自己的爱 以及彼此之间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要认识众生本质的良善 众生有故土的心事和思想 佛菩萨会用各种善巧和方便 射手教化一切众生 这也是横顺众生的另一层意思 随顺众生的根气而度化众生 如果把众生当成愚痴无名 而把自己当成智慧如佛菩萨 会产生一种众败自大危险 苗带离之后 甚至不不静止 从前几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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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 十方所有诸佛国土的众生 都远离痛苦 一个菩萨对于时间的长久 无所畏惧 对数量的庞大也无所畏惧 菩萨就有这样的勇气和心力 对要让一切众生成佛 没有恐惧 把所有功德回向给众生 回向的功德又产生功德 又回向给众生 因为不断回向 所以善业无尽 众生无尽 对众生的回向也受尽了 一切众生皆由证悟者 的种子 能令使种子成长 无限地争访 我们的功德特质的 即使悲心 真正的佛弟子 懂得透过佛法降伏自信 慢慢地消除傲慢 真心地烦恼之后 成为家中最好的那个人 最好的情人 所谓的烦恼 障碍 挫折 是我们修行道上的 庄严和威德 所谓横顺众生 是要顺着众生的善处 而不是恶处 如果对方生起 慈悲心 我们要尽量随顺 鼓励他 如果他生起的是 嗔恨性 要反过来 要反过来 只惜他的嗔恨 让他的心寂静 不要让众生的烦恼 恶处 习气 影响自己 否则就变成愚痴了 如果我们受众生 烦恼习气染污 会失去自己的羞耻 也帮不到众生 入行论说 没有痛苦 不能生起大精进 弥勒日巴 就是因为痛苦 而对轮回 生起艳离之心 事死苦修 终于一生成就 也帮助生起 水智 有点 可惜 農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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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懂升起菩提心 为自他的解脱快乐而努力 就没有意义 要带着殊胜的发心 一切行持才有利益 让每一天都成为慈善 有意义的一天 就是这样 行者在法道修持的每一次地中 众生均是助援 因为他们是我们开展慈悲的对象 佛陀与菩萨众的政务 均非为其一己 而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 众生也就是他们慈悲的聚焦所在 众生也就是他们慈悲的聚焦所在 我们也可以读释说 诸佛与众生对我们的慈悲是相等的 我们的慈悲的聚焦所在 就是修自己的心 然后用到行为上 所以法王说 当我们的慈悲的聚焦所在 如果只是心中发愿 口头说说 多半时候很难真正有很大的影响 但如果你不仅是心中起愿 它还带动了你身体跟语言的行为 这是真正的修行力量 就能展现出来 对于法王的佛形事业的热情 任何协助与帮忙都能最有效地去除我们自身的染污 和累积福德与智慧资料 可以保证我们未来时都会走在无物的道路上 持继续进步 这不仅让我们的精神变得很有价值 很有意思 而且会让我们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生生世世不会退转 不会停滞不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投注在大宝法王的事业里 将使我们最快速的正悟活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常常出现在你的面前 如此 你和上师之间就没有距离 见到大宝法王与见到佛陀 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大宝法王就是所有十方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 由于你有机会接触它 所以即使佛陀在2500多年前涅槃 你在今天仍然可以直接接触到它 我认为最好的一切是 我的护身是什么呢?就是吃素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只要有人吃肉的时候 就会有众生被斩杀 就会有生命被伤害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护身也好 放身也好 最好的方法我认为是吃素 我时常想 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存在 如果能够对这个世界 对和我有关联的一切众生直接有帮助 这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不成 我还是要继续活在世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别人 我希望让大家知道 世界上还有一个关心着大家的人 这是我的想法 一切佛法 无论是三秤 三藏 或三学归纳来讲 整个佛法的重点 就是降伏我们的心 也就是把文师修或三秤当成工具 秤就是一种责任 对自己负责 如何! 是小乘 对他人负责是大乘 具备更大承担历史 就是命乘 或可说是诸恶莫作 是小乘 诸善奉行是大乘 致敬其义是命乘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岁末总回向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建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药供 甘露诗诗即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师祖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峰会成征义工 下旋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时至今日 四月每年在农历元月九日 都要举行供佛摘天法会 诵经礼担 施舍进食 以供养十方三宝 护法天神 天将的二十四位代表 极其随从 佛教徒虽不归依诸天 然礼尽诸天 这是因为诸天归命佛 且奉行正法 修诸善业不作恶业之缘故 明代开始设立奉制 二十四诸天 指的是佛教的护法诸神 又可称为诸天会神 自古列十六千项 各有所主 以其有护佑佛法的大能 后来又增设日神月神 缩结龙王及研磨罗王 因日可破案 月可照夜 龙则密藏法宝 研磨掌管幽明 故加此四为二十天 二十四诸天 通常供奉于大雄宝殿东西两侧 他们的依奉此叙事 功德天 辩才天 大范天王 帝四天 四大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木天王 北方多文天王 日天 月天 金刚秘基立士 摩西守罗天 散之大将 韦托天 监牢地神 菩提树神 鬼子母 魔力之天 缩结罗龙王 炎魔罗王 以上二十天来源于 金光明经鬼神品 景大罗王 紫威大帝 冬月大帝 雷神 现将二十四诸天 顺次介绍如下 一 功德天 功德天即吉祥天女 应译为摩科势力 势力有何意 功德和吉祥 合起来就是大功德或大吉祥 大功德天在费陀时代就受到信奉 为婆罗门教的天神 而在佛教中 他成了披沙门天的妻子或妹妹 其父为德叉家 母为鬼子母神 以金光明最圣王经记载 他住于北方 披沙门天王所居之财成 据该经所述 大功德天在前生种下许多善根 只要今世之人 念此天女的名称并供奉 即可以其功德 使其愿的人五股丰收 财宝充足 一切衣食皆可满足 随着金光明经的普及 人们对于功德天的信仰 也日渐兴盛 大吉祥天女十二 名号经还记载 它有十二个名号 吉庆 吉祥莲花 眼饰 聚才 白色 大名称 莲花眼 大光耀 诗诗者 诗淫者 宝光 大吉祥 信徒若能够受持 读诵这十二个名号 并如法修习供养 就能够消除贫穷业障 得到福贵 其虽为天女 但却有出地菩萨的正量 位度众生 而现天女行 据陀罗尼极经记载 形象深白天人像 头戴花冠 左手拿如意宝珠 右手结诗无味应 大吉祥天女咒 是早晚课诵集中 十小咒之一 念诵此咒语 可以使修行者 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并能造成正果 佛教专门以它为本尊 做攘灾招服的法会 这种法会被称为 吉祥燦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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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论所说大众性 如心所缘 且非有 如意对此善于暗 何能正知于他事 那这个阶段就是有一点的月车之间 破除顺势牌的主张 外道顺势牌 它不承许前世跟后世 而且它不承认 不承许比量 它只承认限量 量有分量两种 限量跟比量 外道顺势牌 它不承认比量 它承认限量的原因是什么 就像是现代的科学家一样的 炎尔比什生 五根世直接看到的话 他承认了 除了五根世直接看不到的东西 他就不承认了 如 这个如谁 歪道顺势牌 如论是歪道顺势牌的论在当中 所谈到的大宗性 大宗性是什么 他们提的就是说 前世跟后世不存在 那问题在哪里 那你从哪来 他说 我们都是依靠大宗所造了 依靠大宗而产生着 这个跟现代的科学家 大部分人差不多了 他们论点当中提到的就是 我们都是一个大宗所造的 不是说我们牵涉什么 同学到今世 今世就是结束了以后 衔接到下一辈子去 这个话就没有了